三生命太过短暂 今天放弃了明天不一定能得到 四大多数人做事没有成功 根本的原因是缺少做的破力 缺少奋力盼博的勇气 破力沉睡的人体内 一旦被唤醒 会做出许多神奇的事情来 你不要受自主繁离或禁闭的思想影响 而放弃追寻理想的破力 无用不要羡慕那些生而富贵的人 物质世界无穷尽 最重要的不是拥有什么 而是努力改善 使生活充满希望 使生命每天向上 不要求你有钱 但是要答应我 明年下个月 明天都比现在多一点 六即使行动导致错误 却也带来了学习与成长 不行动则是停滞与萎缩 请你们别说那些什么我对自己太狠了的鬼话 那都是弱者的借口 一路坎坷走过 也就长大了 时间桥头 香花满尽 亲爱的梦想家 现在不对自己狠一点 当少年等不了你的时候 再狠也是徒劳无功发迹